NEO聊四季 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NEO 今天要來看不列顛的對上阿茲特克人 這場比賽是阿拉伯地圖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紅方 紅方是不列顛 不列顛我們稍微做介紹一下 牠吃豬還有綿羊 這種可以驅化的動物 吃的速度特別的快 全遊戲裡面吃最快的就是不列顛 那不列顛因為有這個效果 可以再前期 可以產出許多的肉量 那這個肉可以讓牠前期打這個裝甲步兵 還有這個高速上風打肉 都是個不錯的選擇 那不列顛也是全能型的文明 所以牠不管是打步兵阿 或者是工兵騎兵 都沒有問題 牠最大問題就是騎兵沒有品種而已 那其他的單位 都算是蠻強勢的 好 那再稍微講一下不列顛的一個特性 就是他的TC 價格非常便宜 是全遊戲裡面TC造價最便宜的文明 那只要幾乎是TC一半造價 就可以蓋一下這個一座TC 就例如說你的TC是275木馬 那就是-50% 你只要100多木 就大概你下一個射箭場的一個木頭量 再加上100的石頭 就可以蓋個TC 所以不列顛我也算蠻推薦新手 去練這個3TC運轉的時候 拿來使用練的一個文明 那為什麼會這樣說的原因是因為 所以門檻比較低喔 因為大部分的文明都是要存到500木頭 然後一上層就可以蓋3TC 但是不列顛就不用了 那前期又有這個吃氧加成 所以會覺得不列顛上時代來說會比較輕鬆一點 對新手來說的壓力比較小 好 那來看一下阿茲特克 阿茲特克這個文明算是非常強的 他常年是在排行榜上面是A世紀的文明 因為他一開始就有這個村民喔 加3採集的效果 就是村民可以到13肉 就可以把這個資源放回去 所以阿茲特克一直都不落的原因喔 就是他前期的優勢的運轉 非常強大 那到了後期阿茲還有這個超強的戰毛兵 攻擊1多加1 射程還多加1的直毛器 所以阿茲特克打後期的射兵戰術 也是特別的猛 好 那這邊看一下 十三木 好 這邊開始拉茲 那阿茲特克之外 這些優勢還有這個生鋁 血量特別的多 每點一個科技 生鋁科技 那生鋁都會多5滴血 那到了到後期 這個生鋁真的全部都點完科技的話 還可以到95滴血量 那阿茲特克最強的還是他的步兵喔 他的這個龍貫戰爭 可以讓這個鷹 鷹勇士喔 可以到9加8的傷害喔 那我都稱他為8加9老鷹 超級痛喔這個8加9老鷹 那到後期喔 就算對方出這個劍勇 也可以出這個暴勇士喔 尻包對上頭 那阿茲特克喔 還可以打強弩 但是強弩沒有拇指環 比較可惜 所以我會比較建議阿茲特克的玩家 還是打一個戰毛兵 然後轉英勇士 然後後期喔 轉劍勇阿 或是暴勇士 都沒問題 那強弩路線的話 就沒有那麼強勢了 還是不太建議去打強弩 好 那就來看一下兩邊會怎麼打喔 那目前看起來 普列甸這邊用這個豬喔 去探一下自己的土 要怎麼圍會比較好 那這樣算是偏圍死的 這個圍法跟我有點像 硬要圍 然後就是花費大量的村民喔 去敲這個木槍 他這邊花了三村喔 去敲 那他在這個上封建 實在這段期限喔 這個資源會少一點點 所以盡量喔 不要花太多村民喔 去圍家 雖然圍家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但是你圍太大的話 就很容易就會落後對手 然後造成這個經濟上的手勢 好 那阿茲這邊 由於沒有在圍家的關係喔 你看這邊經濟資源喔 很快就可以上到封建時代 那這邊不列顛喔 很明顯喔 這個P數他也應該要上的 但這邊還上不了 我感到solo一下應該才可以 好 這邊solo好一段時間 他這邊可能要達成22P了 21村有點多 這個P數上 封建時代真的有點晚 還是他直接25P 25P直接上層 黑跳層 有沒有可能 但黑跳層的話 通常會出棒棒去拖延時間 然後不然就是把自己家裡維持 那黑跳層這個戰術 在早期比較熱門 那不列顛這次比較早為好 所以應該是有機會黑跳層成功 因為通常黑跳層很容易失敗 都是太晚為 那這邊不列顛都已經為好了 那後面也有村民 即使去補下這個木牆的防禦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所以看起來有可能是要走黑跳層路線 欸真的這邊24P再點一下他25P 村民25村 我通常會打24加1喔 因為這樣就不用再多補房子 然後 靠他這邊25P之後還在繼續按欸 26P 那還有個打法是27P村民上 上封建 然後一到城堡時代就可以直接下城堡的一個P數 那這個P數我也蠻喜歡拿來打捕獵典用的 因為捕獵典可以直接下這個城堡 就可以打這個長公兵 那這一招有機會再分享給大家 那通常這招是不太適合推薦拿去打天梯喔 拿去虐電腦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打玩家的話很容易就被封建英博被打爆了 所以這個27P 黑暗時代27P 直接黑跳層的方法 建議是不要去學 學了也是拿來娛樂用的 那你虐虐你的朋友啊 拿來打打打打打打打還不錯用 那打玩家的話使用性就沒這麼高 好 那有機會我們就來再出這個 不劣奸黑跳層 直接出長公兵的玩法 大家好了 有看 不劣奸算是新手蠻熱門的文明喔 就是出這種教學影片好像也不錯 好 那不劣奸26P補薦封建十代 阿茲特克這邊是看到對方圍死 自己也打算再圍架一下 應該也是要直接上城堡時代了 要來封禁快攻 因為他連射箭場都沒有下 第一時間沒有下 反正是點雙面斧跟一級農田 這就代表他要來開農 這蠻明顯的 那這邊布列顛到了城堡時代之後 要馬上補下兵工場 跟這個... 四級 或者是馬舅射箭場 回下馬舅跟兵工場 好那這邊兩個蓋好之後 有八白肉就可以上到城堡時代了 那這邊我覺得肉有點少 他沒有蓋四級 這邊可能會卡一點肉 六個人吃過其實效率還是很差 鐵沒有撒那麼多 正常來說要撒五片田 四到五片田會比較安全 那他這邊到封堅時代才開始撒田 可能會有點圍死一晚 所以這邊有點跳失敗 這個黑跳城 OK的黑跳城跳得有點慘 畢竟換了太多村民 去維加這個經濟 直接落後很多 而且這邊要注意看 他另一級農跟一級木都沒有點 還上不去 就知道他這個黑跳城的流程 有點問題 好 好 這邊赤猴打不贏 尷尬 血量不夠多 應該是有 剛剛被射到一點點 然後這邊跳 終於要跳上去了 要八白肉 阿斯特哥這邊有一點 一級農田跟一級木的關係 所以這邊沒辦法第一時間 點下自己的城堡時代 但是好處就是 點城堡時代這個過程 他經濟會很誇張 那不列頂在一點城堡之後 優先要做的事情 就是點一級木 跟一級農田 那先把經濟科技拉起來 那最好 再去點這個一級 挖掘金礦的科技 好 讓自己的經濟 到城堡時代 會有個基礎站 不然他這樣子硬要上 很危險 不趕快點這個經濟科技 絕對會爆炸 好 這邊阿斯特哥也在 兩邊都是一個大暴龍 這邊還上大石牆 你是有多怕 他覺得對方可以跳成成功了 那說不知他有點半跳樓 好 那我已經加速一下 直接高速到城堡時代開戰 OK 第一時間到城堡時代補下了3TC 還是2TC而已 2TC而已 那這個還可以再開個TC喔 木頭量已經夠了 第二個TC 看要不要往外蓋 但這個地方蓋有點危險 木人蓋這個前面也不錯 蓋在野精的位置 後面這個地方是蓋不了TC的 這邊是有個高地站 有這種高地的關係 TC就按不下去 但是還是蓋建築物喔 不然就是TC要蓋天這個位置喔 怎麼看都有點外面 啊 覺得是蓋石頭這個位置 OK 好 那這邊蓋的還不錯喔 如果蓋在一個比較重要的礦點位置上 但這裡會需要小心一點喔 待會要灑田的話 要主要先灑這裡的田 因為這邊 待會村民可能會太多 再挖石頭 所以說不太熟悉這個玩法的 剛加入的玩家們喔 會一直覺得 欸這邊挖 就是先把這個石頭全部挖爆喔 這個田就不用灑 事實上還是要灑的 就是你的挖死的村民喔 雖然一出來是挖死沒有錯 但是你要慢慢的 把一些挖石頭的村民 轉變成農田 讓你經濟喔 才不會失調 OK 那看起來 哈茲這邊點一下輪軸技術 好 到城堡時代採點 那不列甸這裡還沒有點 先點二級伐木OK 那不列甸這邊的目標 就是3TC農田的肉 產量更穩定的時候 才可以點輪軸 像這個時機點喔 去點輪軸可能就會斷存 所以點輪軸的時機 要再看一下喔 不是想點就點的 好 自民廁所在巡弱 我們這邊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選擇 喔 這邊阿茲 按了蠻多的老鷹囉 好 老鷹直接出門 赤猴六隻打 大概也是六隻的赤猴 鷹赤猴 看青奇兵攻擊比較高一點喔 七攻 那這邊鷹赤猴也是七攻 喔 講錯了 是血量比較多一點 因為我記得他們兩個打起來的話 是青奇兵會贏的 好 青奇兵故意佔個高地 想要用高打低的方式去運 反斥對手的鷹刺頭 但這邊騎士 欸 怎麼直接下高地 欸 怪怪的 這個沒有控好阿 哇 結果打到有點 哩哩辣啦 這邊想要把殘血的控走 結果 越控越糟 反而可以輕鬆打贏了 就直接上高地 讓他自己反擊就好了 哇 這邊小傷 他這邊有點像是星海的打法喔 直接把殘血拉回家 讓他變成 他正面就有點完全打死的感覺 好 那常見兵也點下了 常見兵打這個鷹赤猴 效果很好 那鷹赤猴為什麼會這麼難抵抗原因喔 主要是因為 他有這個抗招向的能力 所以你出大量生旅喔 很難可以克制對手 哇 這邊自滴騎士 可以 好 生旅出於撿東西 除此之外 鷹赤猴打生旅喔 也會有額外傷害 所以生旅戰來說 去打鷹赤猴是不明智的選擇 所以老英國會搶也是搶在這個地方 平常你對騎士的招搶方法 都很有用 但是對鷹赤猴就沒什麼效果 好 這邊轉出幾隻常見兵 要來直接防守家裡 那不是出騎士 出常見兵的方法喔 算是比較保守 被動一點的 就是要來專心喔 那這邊 六十五吋 領先兩吋的一個優勢 自己的兵也是有在出 而且有幾隻常見兵 家裡這邊喔 木牆部分要趕快圍起來 這裡趕快蓋這個房子 這裡也是喔 這裡也是要蓋一下 這裡也是要稍微堵一下 所以這邊已經門戶大開了 那就要看喔 這邊城堡要不要蓋這個位置喔 先蓋在前面 這邊突然怎麼打起來 呵呵呵 欸 不是啊 阿智琳每次跟別人突然打起來幹嘛 你自己兵很明顯 就看起來數量就是少 少對方一大堆吧 他應該是沒有全部跑回去喔 或是直接被這個不列典 輕騎兵喔 直接追上 所以不得不打 看起來是這樣的狀況 我以為不會打 原來這場我也是沒有看喔 完全不知道他們發生什麼事情 好 打旋補下 哇 無列典這時候才點織布欸 很偷欸 哇 他這個 偷 偷成這樣子 不曉得說 他這樣可以跳成跳樓失敗 是 已經前面正常流程都已經這樣子了 我還以為 他偷了一個織布還可以跳樓失敗 也是蠻不容易的 呵呵 好 3TC 沒有到4TC喔 這邊我覺得還可以再開個TC 還不錯 石頭跟木頭 但是木頭輕少 好 本來就是喔 這邊開個TC也不錯 那地方喔 開TC的位置喔 大概就是這些 好 哇靠第一個城堡 蓋得很外圍喔 雖然硬要蓋這個高地喔 所以蓋這個位置 但我覺得蓋這個位置也不錯喔 對不對 這也是有微微的凸起喔 好 那蓋蓋打得很濃喔 跟阿茲差不多濃 這邊再加速一下 好 這邊沒有先點下這個帝王死到 反而是先點那個輪軸跟二級濃 好 那這個時間 阿茲要來前置城堡 這邊轉出了弓兵 還有弓兵對步兵的效果太好了 直接把蓋蓋逼出了家裡 好 這邊想要嘗試阻擋 但應該是不想控了 直接放掉 好 補下帝王死代的 不列典跟阿茲特克 看到雪野典呢 這應該是沒救 好 這邊可以開始轉長弓兵了 OK 長弓兵補下 看到對方弓兵喔 可以用自己的長弓兵 射成優勢喔 去秀銳手弓兵 哇 這波進去可能會送掉全部的洛馬 哇 這個洛馬 完了 沒了 阿茲這邊還空了一個小野精 那這一個射箭場 不是射箭場 城堡蓋的位置就不錯 可以剛好連防一下 那這裡也是提示可以防守 而且這邊上帝王死代也比較早 不列典先上 所以先投對方城堡有一定的優勢在 好 這邊點下直毛器 轉出戰毛兵喔 戰毛兵 就可以增加一攻射程 還有一點傷害喔 那讓這邊阿茲特克對抗 無列典長弓兵就會有一點不錯的效果 畢竟人家長弓兵 優勢就是射程員 那阿茲特克我記得點下直毛器射程有吧 那長弓兵是12射程 所以 欸 再走個4格距離喔 還能投得到 多出4射程還是蠻多的 好 長弓兵現在是5加4 9射程 那3級射還沒有點 3級射趕快補一下 就會變10射程 欸 喔 不好意思喔 好像是 欸不對 還有義勇這個騎兵沒有點 義勇騎兵點下的話 還會再加1射程 然後金瑞再加1射程 喔對 是12射程沒錯 我還以為我記錯了 好 我列典金礦想要奪回來 巨頭先拆 家裡先掃量收村 嚇嚇對手 這裡都有這個哨站 監視這個礦區的一舉一動 然後這個城堡打掉的話 就可以再繼續進攻了 OK 城堡 直接爆開 沒了 趴的一神 沒了 好 右邊一堆工兵過來射射 但是這邊防守得很好 房子都全部堵不住了 還有加個木牆 防禦非常的堅實 好 四台巨頭慢慢走得出來 好 補列典還點下三級伐木 好 讓這邊 木頭採集量更好一點 這邊應該是雙補列典 雙城堡應該要出這個長弓兵喔 果然是 長弓兵升級點下 長弓兵 要來秀了嗎 那順帶一提喔 不列典的這個金罐能力喔 可以讓這個 巨型投石機喔 增加它的準度之外 還可以增加它的爆炸 傷害的範圍 所以這個不列典喔 通常都會把這個 巨型投石機喔 當火炮用 因為本身不列典是沒有火炮的文明 哇 砸到了 才剛講完就開始拿巨頭來砸 砸對手單位了 但是因為現在還沒有金罐喔 所以現在砸到對手單位 也只會砸到一隻喔 最多就兩隻這樣子 這邊剛好可能會有衝擊的單位很多 好 這邊金罐開始砸 哎呀 砸到一隻戰毛兵 不列典長弓兵 射程非常的遠 好 英勇士在做升級 不會技術點下二級農田 該點要點了 那這邊不列典很早會點下這個 手推車的關係喔 所以經濟上相比阿茲好上很多 而且阿茲這年居然連基本的二級法目沒有點 哇靠這個是伏筆阿 阿茲家裡明明過得這麼爽 二級法目卻忘了點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習慣問題 就是你一上城堡時代喔 二級法目直接點 不用想 每個文明都這樣點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雖然這個二級法目沒有點 可能會變成致命傷 OK這邊洛瑪加長弓兵 長弓兵這裡沒有做操作 直接被戰寶直接硬點掉 哇這邊長弓兵死傷慘重 洛瑪直接被強弓點光 但強弓沒有這個拇指環的關係喔 所以其實沒有射得那麼快 好城堡可能砸不掉了 快跑了 這時候前線城堡開始在升級這個龍貫戰爭 龍貫戰爭點下之後 阿茲特克的勞鷹就會變成8加9勞鷹 攻擊在全版的話 OK強弓給的壓力還是蠻大的 但是長弓兵射程非常的遠 6加5 那強弓只有8射程喔 那要一直用這個射程去秀對手才行 好 狐烈兵再慢慢升級自己的馬凱 要來提升七奇兵的一個效果 但七奇兵沒有品種的關係喔 倒地速度還是非常快 好長弓直接往上開始閃射 用一個劍與陣型 直接把這堆強弓射到不要不要的 但是他是用個口陣型喔 所以有躲掉一些箭矢 口陣型在劍陣來說 可以躲掉一些打歪的箭矢 好像不錯 但我個人還是比較懸吻閃陣 所以每次我看到這個東西我都會說 口他 快 快口他 這會不會被打 趕快 這邊清奇兵淹了過來 哇 那個音色太強了 9加6 第三弓還沒有點 好 二級決定點一下 哇 這邊長弓兵可能要全部送光了 這裡要趕快喔 補下軍銀喔 軍銀再補了 轉這個 劍勇 來砍比較好 哇 自己的巨型頭子機 基本上是曝光了 但是對方城堡也掉了 這邊雙城堡防守效果還是不錯 最近阿茲特克的遠防喔 最高極限也就是8而已 城堡的攻擊是15 好 射一下 還有7滴傷害 算是不錯的 這邊這個洞 這個洞 這個洞 這個穴 哇 完蛋了 這個穴直接衝了進來 完蛋完蛋 右邊這邊城堡來得及蓋好嗎 還有60% 70% 75% 80% 85% 90% 能蓋得下去嗎 死傷慘重 村民趕快硬敲 敲抽金 98 99 蓋好了趕快躲進去 只剩下柿子村民 存活 阿茲老鷹爆 最可怕的傷害來了 好 這邊雙手劍兵升級好 開始反制對手的英勇士 然後慢慢擋下來了 OK 前面這邊金礦也慢慢搶回來 好 家裡還有幾隻老鷹 應該收個村就可以解決掉了 你看這個英勢猴 擋TC的效果還是很好 不是英勢猴 英勇士 喔 但補練在這邊馬上補一堆田 哇 他這裡有概念喔 好 直到自己剛剛被農田種創了 馬上補農田 這個就是 有在注意自己靜靜狀況的玩家 沒錯 農田被弄爆 就要補農田 好 這邊三級攻點一下 復兵還沒有點完 殘攻兵對射 但還好 幸好對方沒有母子王 所以兩邊的射數其實差不多 冤不列列也沒有母子王 好 不然我們今天就來出 殘攻兵的一個 直層升級方法 來拍一個教學影片喔 邊打邊教學 感覺好像不錯 喔 這邊居然有大衝車耶 沒有注意到 哇 這裡這麼多BK 大衝車進來 有機會嗎 感覺沒有 後面的五隻雙手劍兵 三級攻也要點好了 稍微秀一下城堡 應該是能守住 長龍兵也過來Cover一下這邊的進攻 哇打得非常快 三攻好了 衝車直接被敲爛 好 這邊先優先喔 把右邊這個地方拿下來 這個主石喔 那這個金塊喔 要趕快去阻止對方挖採 正面的部分 居然還把農田往前灑 這個蠻大的 欸 這裡還有衝車耶 還有一台 慢慢衝進來了 但這裡的BK可能要都被砍光了 好這邊看到銀翅手衝過來 拉了一些雙手劍兵 但劍勇也快好了 剩15秒 劍兵勇士 劍兵勇士 升級13加4 OK 但是對方有織毛器的關係 戰寶兵攻擊力有8 所以打劍勇 傷害是很高 而且這邊三級 台甲還沒有點 好這邊直接被塗光 哇野精的村民直接原地倒地 左邊 阿茲特克想拿到左邊的礦絮 開始把城堡往左蓋 右邊這邊看起來是勉強留守下來 掌握兵過來 就看到了挖野精的村民 應該可以跑掉一半 但是沒有第一時間跑 希望這個村民拖延時間 後面的村民開始為 村民死了 生之術 好現在不列典已經200人口了 那這邊要趕快去把自己的 兵力搞起來 那這樣村民樹應該是夠多了 145村 那這邊阿茲特克 村民也要趕快補 有有有在補 OK 好縱火技術點一下 但是三級坊還沒有點阿 不是阿你這個三級坊沒有點 先點這個巡弱 存這個巡弱怪怪的阿 哇這個劍勇被戰毛兵打很痛 血量還是掉蠻快的 這邊也是打到蠻多的戰毛兵 OK OK 不列典的肉量產呢 已經到了79片田 那就是很理想的 出複兵的一個 肉量 通常要到70片田 才可以足以支撐 肉馬不斷 一直往前爆的一個狀況 那這邊是走複兵路線喔 也是需要這麼多片田 OK 那常攻兵數量也沒有繼續升了 雖然你都已經升到積累常攻兵了 但這邊你今天決定要選走步兵路線喔 又來鋒利對手阿茲的英勇士 好左邊這一隊 直接開了過來 但是沒有三級防 強弱很強但數量不夠多 強弱還是被砍爆 好這三隻劍勇直接上去砍村民 來防止對手修理 兩台劇情投資機看來是兇多吉少 但是後面很多英勇士過來想來防守 那這邊英勇士的傷害已經變成8加9的傷害了 傷害非常的高 但是劍勇打這個英勇士有額外傷害 砍了幾刀對手英勇士就受不了了 英勇士最大的問題喔 就是血量太少 然後禁防太低 本龍就被切菜切成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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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撈進去了 還好我劍勇 okok 正面這邊更多的劍勇勇士過來送三級防 還是沒有點下 他還是沒意識到 這個阿茲的戰毛兵真的很痛 他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他自己過兵怎麼死這麼快 是我一定要去看一下兵工廠沒有點 可是他根本沒有在看自己的 劍勇的血量掉多快 哇 哇 他這個至少有12個軍銀喔 在爆這個劍兵勇士 哇 13個 好猛阿 這個慘人 這個就是70片體能慘了 好這邊直接強行突入 但是三級防沒有點下 還是砍爆了一堆 戰毛兵 阿斯特哥這邊肉有點爆表 自己沒有肉碼可以出 肉殘的有點過多了 可能要把一些農民喔 轉成這個法木工會比較好 按下更多的戰毛兵 跟對方打一個消耗戰 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那這邊雖然是升級 常常變升級喔 但是這裡不會有疾兵喔 所以不會有什麼太大問題 因為有疾兵的話就太強 攻擊力太高了 好 這邊非常多的一個劍龍直接流過來 要來硬拆鋼 遠頭 遠頭應該是要爆了 這邊應該是拆不掉對方的巨頭 OK好光了 沒問題 劍龍開始無視城堡 直接瀕臨城下 再砍再砍再砍 繼續砍 村民收村 不是收村 來修城堡 確實有城堡打這個 劍兵有事喔 這個劍很有用 城堡確實要保留下來 看這個有點難保留下來的感覺 村民樹已經被砍到剩117村了 雖然村民還是有在按 但這邊在按長槍兵是什麼意思 長槍兵被砍個三刀就死了 喔是四刀啊 不是三刀 可是這邊竟有一直在按 緣起死多片田 不會斷喔 護兵是不肯斷的 高速慘人 一隻按一隻雙 終於想到要點三級板甲是不是 總已經把對方打爆才想到 OK這邊點下了 三級板甲之後 更無力回天了 原來這邊阿茲也沒有火槍喔 只有強奴可以有效克制對手的 劍兵的 是 癢了 抓癢 實在太少了 這裡要抱著黃金死去的感覺喔 直接一波帶走 直接砍到左邊挖伐木的村民 長槍兵 這時候出長槍兵 我不知道他是想打什麼欸 我們出長槍兵是絕對更打不贏阿 你不如全部按讚嗎 不然自己轉出 爆勇阿 或者是 對不對 自己也轉出劍勇也可以阿 很明顯阿茲被這一波 不列爹 劍兵勇斯爆 打得有點措手不及喔 直接前線城堡潰敗之後 就一面倒了 這就是為什麼 城堡被打的時候要一直去修喔 因為城堡真的一爆了 就真的就什麼都沒了 大家就可以直接長驅直路吧 而且阿茲對部兵最強的單位 爆勇斯也出不了 城堡都掉光了 所以這邊阿茲特克要解對方破兵的唯一方法 就是大量戰毛或大量奴兵 再加上自己的 戰毛兵 才有可能 或是解出劍勇也可以 目前看起來對手 受不了 打出了GG 這是出了347隻劍兵勇士的意思嗎 347隻 然後 還有1000多黃金 哇 就知道這個劍兵勇士多划算 只要70片田 就可以按一隻雙 可以一直保持200人口 死了一隻馬上就補上下一隻 真的蠻誇張的 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這邊阿茲有點慘 村民樹沒有按到130村 一直徘徊在120村以下左右 不列顏這邊很標準 打一個肉馬或是步兵爆的時候 就燒到70片田 食物量就可以到達這個非常高標準 黃金以上就不用太擔心了 因為這幾步兵 使用黃金的數量實在太少了 我記得一隻步兵也不用到20黃金 好像十幾黃金就夠了 但是肉要多一點 所以這邊看起來 不好意思 我講錯了 這個不列顛的步兵 還是要20黃金 所以消耗量也是很少 但肉量可以減15% 所以這一隻大概也只需要50多肉 大概50肉左右 就可以出一隻劍勇 那看起來阿茲 還有個問題 就是這邊 遺跡全部都被不列顛幹走了 那阿茲本身也是遺跡非常強勢的文明 他的遺跡生產是可以增加33%的生產效果 所以阿茲撿銀金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文明 但是這個遺跡全部被不列顛全部撿走了 額外生產了4000多的黃金 所以導致阿茲直接被這個劍勇爆 一波爆死 這完全是用資源砸死對手的一個打法 但我覺得他轉兵也是轉得很好 就是他該做的事情都有做到 例如撒田啊這件事情 很多工兵國就會忘記去撒田 然後就是50片田就想要轉出大量的劍勇 這有點太困難了 但70田的時候就很容易一直升上去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請大家再幫我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